鸡代表是卵生 豬代表是胎生 魚代表是卵胎生 那代表是卵生胎生卵胎生 這個叫做六處興旺 尤其在我們以前的一個習俗上來講 天公慈悲為壞 天公很豎 它不希望你們去殺生 所以鹿港人就用了素三生來共佛 來共佛的特色 這也是它伏特性的地方 那明年度你要還養根 那還來的時候 你來求登的時候 是接了人家的好運 這是好運的一個傳承 所以說在全鹿港地區 只剩下了我們的一個龍塞寺 還有這樣的一個百年的習俗的部分 所以這是很難得 那如果是洗燈的話呢 它就比較多 那有的甚至呢 蘆燕與床他們會還100個燈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特色 那尤其呢在元宵的時候 大家都會到廟裡面去鑽燈角 所謂鑽燈角呢 就是深LP 所以那個是一個閩南製的LP 比如說要深南海的部分 那這個呢在龍塞寺你看 在元宵節的最夯的部分 那在這裡呢 你還看到這個呢 就是我們呢 想要結婚 你知道結婚的話 當然是要求月老 人家說元老因緣一算千 農材入貓來個園 董篷花酒雲圓圓圓 牛團驚孫萬年 那你看到這個呢 月老你看這個呢 就是洗餅 代表呢 已經如願以償 已經有人來這邊求得呢 如願以償 所以來還願的部分 那你看到這個燈的話呢 非常的多 也成為一個燈海的特色 有一種東西就是 新年號 這麼多的攝影展 可以說 這些攝影 這些作品 可以說 文錄 我們董工有很多 個人的一些線紋 我們在地的一些文 都在裡面 尤其是我們老師 可以說 我們董工的美食工作者 平時做一些老人的工作 可以把我們董工很多的點點滴滴 都透過他的攝影 來保存下來 與您這次的檔情 恭喜 這個貴女文書 我們這個廚系列 剛才講得這麼 記載 我們農工很多 在家裡有些祭司 還有 我們農工的這個 垂口題 也是 藏的最晚消遣 他透過他的攝影 留存下來 來這些 照片的紀錄 在這個裡面 非常帶入地方的地方 然後 其實我們要去看 我們陸港 這個貴女文書 的一個保存 他自己的呈現 歡迎後來跟我們陸港 來跟我們這次正式 都給我們參訪 那在我們知道 不見地的特色來講 我們從這邊 就可以了解到 這個呢 就是不見地的代表作了 你看 這個就是強調 陸港的香火鼎盛 非常獨特 那尤其呢 在一個鞭炮的一個 邊放 南放之下 你可以看得到 都是炮圍 但是我們當然 現在呢 不強調了一個 放邊炮 當然是要你環保 但是這個呢 情景可能 在環保之下 比較少見了 所以用這個呢 記憶回憶 來讓大家了解一下 他的特色 那另外這邊 還有一個 從這邊呢 還可以了解到 一個傳統習俗 陸港呢 在美林的 元月15號 龍山寺 他仍然有 求燈的一個儀式跟特色 因為在元月15號的話呢 我們叫做元宵節 晚宵嘛 天官四府 那在這天的話呢 大家想要來求 一個 一年來的一個願望 那一般的人的願望呢 不外乎就是 祈求健康 平安 公民成就 或者是 結婚生子等等 那如果是平安呢 我們就稱它為平安燈 你要求得公民的叫做公民燈 也叫 那健康的叫做 就是平安燈 健康的部分 那另外呢 如果是結婚生子的話 叫喜燈 那這個呢 你求回去 你要植杯 植完杯之後 你帶回去 帶回去之後呢 你必須要明 如果說 今年都很平順 或者是你所求的 如願以償 你必須要明年來還願 那還願之下呢 你必須要Double 你說拿一個回去 明年度你要拿兩個 對 那如果說你是喜燈 你很開心 所以他們呢 必須 有的人就是會 一百斬燈 一百卡丁 那這個代表他們全身的部分 那一百斬燈呢 待會兒 如果還的時候呢 不是全部都放著 他們一定會怎樣 至少拿四個回去 為什麼 叫四平八五 四個角落 東南西北 我這四個角落 我要帶回去 代表我的喜願 一樣是四平八五 要帶回去的部分